什么时候才能来场暴风雨啊? 天气热空调也坏了 每天都只能拿袋子接空调水 房间不凉快跟蒸桑拿一样 不管了不管了 今天把短裙吊带衣穿上 怎么凉快怎么穿了 反正也在房间不出门 偶尔穿下也没事的 在工地一直穿的长裤短袖 说实话那几天也不热 打伞去洗漱了 太阳实在太大了 看着影子就知道有多热 没牙膏了在小卖部买只牙膏 选了只最便宜的牙膏 以节约为主 今天在这里洗漱 债不到太阳 好尴尬啊 刚刚有工友走过说 看那真洋言 这下尴尬了 哈哈哈哈 没有办法天气太热 穿长裤会热的 大家好我是刘修 今天是早上时间啊 给自己煎盘蒸礼 下线口红 蒸起来清水 清水一下就来了 然后再放个面包 哎呀好热啊 最近天气太热了哈 我们这空间也是坏了 然后我就在滴水 跟你说嘛 然后一晚吃到了晚上稍微凉快点 然后早上太阳特别大 那个温度计气了 这个房间一点都不自能 然后没得发点热了 我就把这个短情 然后这个吊带衣服穿起来 肯定这样穿 你们又要说哎呀 小小姐在工地上有这样子穿 别人了 他们说 这种工地上好多女孩子都这样穿 其实工地上也有跟我同龄的女孩子穿的 比我都还清凉 不过我不关了 我实在太累了 反正就是我还怕中暑 我还是这样穿起 哈哈 我来上班了 真的太热了 我现在要去拿单子 哎呀好热呀 这个电气 看这里面 哎呀好热呀 这里还有一个小孩子 刚刚起来完单子 按功能做活也算 我现在到了中午 该吃饭了 哎呀好热 把这个 我喜欢把这个帽子 把这个衣服做个帽子 后要整齐点卡的 拿起我的盆去打饭了 哎呀好热呀 赶紧去洗个碗呀 太热了 大一点就行 好 okokok 我要给你吃什么菜 大一点 你不要摸太热 在这儿压肉 老板娘又给我打这么多饭 吃饭了啊 你看 今天这午老板娘又给我打这么多菜 晚上她是要打点还是打这么多 虽然说天气热 那时还是把饭拿来吃吧 昨天我热了我都吃不下饭 我直接买了一种泡面来吃 鸭肉 嗯 嗯 好吃啊 吃完饭了 把衣服拿来收了 这些衣服上的衣服 吃得饭